類似這樣子的互動體驗 他要能夠有 他才能夠納入在這樣的一個裡面 那再來就是說 其實語音導覽不是只是給大人聽的 在國外 像我去John Hancock 這是在芝加哥一個摩天樓 他一樣 他有除了大人的版本之外 他有設計小孩的版本 因為小孩想要看的 跟大人想要看的 一定怎樣 不一樣 再來 這是我啦 大家不要盡笑啦 不好意思 這個是在他摩天樓裡面 他做的 這個不是實景 這是他一個照片 他打光 他類似像 這個在幹嘛 洗創工人 他就是讓你去怎麼樣 因為你在摩天樓上 所以導覽過程他就停了一站在這邊 讓你怎麼樣 拿著刷子 站在這個高台上 因為大家可以想像 你在摩天樓 你看到那個洗創工人 你會覺得很創 他真的是 很有勇氣 他就設計了這樣子的一個舞台 讓遊客拍照 那我為什麼要講這一點 是說 今天你的遊程 如果你沒有互動的體驗 坦白講 這只是一個聲音在你旁邊 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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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會留下任何更深刻的印象 你要留下深刻的印象 你就要去設計這些互動 跟消費者互動的這樣的一個過程 讓他每一個語音導覽 讓遊客帶到這個點之後 他能夠怎麼樣 非常的印象深刻 再來就是說 這個是他 John Hancock 他所看出去的這個整個的 這個整個城市的景觀 那當然你在那樣的智慧導覽中心裡面 或者是在你的行程之中 你還是要怎麼樣 有一些圖文去阻住 為什麼要這樣講 就是說 不是原來的解說牌都沒有用 不是原來的文宣都沒有用 我們做語音導覽 我們還是要有一張地圖 讓遊客帶在身上 他才能夠怎麼樣 去去去去走 縱使他這個導覽機器裡面 已經有一張電子地圖可以看了 但是消費者還是會需要傳統的地圖 所以你怎麼樣 既有的東西 你能夠 support 語音導覽 所看到的點 一起來做介紹 那接下來 我再介紹 這個是芝加哥The Loop 就是我剛剛連線的這樣的一個點 那這個點呢 其實他們有做一系列的城市的導覽 那它的營運其實是由 芝加哥建築基金會所經營 那由芝加哥環 這個聯盟就集結了 這芝加哥地區 不管是飯店業者 很多的業者所組成的聯盟 它委託芝加哥建築基金會 因為芝加哥的建築 非常有名 然後它的經費呢 他們當初怎麼搞這個導覽系統 它透過funding 就是它透過建築基金會的錢 藝術協會的錢 整個休閒財業聯盟的錢 甚至當地的媒體跟州政府 共同贊助 那這邊當然是他們比較 應該說他們這邊是免費提供遊客服務 但是我們將來還是希望說我們的導覽要收費 這樣子才能夠 讓大家能夠維繫這套系統 除非你們的政府很有錢 除非你們很多的贊助者 要不然還是要收費 然後也還是要讓業者 share一些費用 那當然他們就 他們就有類似這樣的一個導覽機 那其他串聯的景點數大概這麼多 其實你超過這麼多 你只要遊程超過1.5個小時 這個語音導覽的遊程就算太長 大家要注意喔 超過1.5個小時 它實際的語音導覽內容大概是這個時間禮拜 也就是說今天假設你是兩個小時的遊程 你語音導覽內容最多到一個小時 為什麼它中間還要走的時間 還要體驗的時間 那但是你超過 因為一個遊客會待在一個地點 超過兩個小時就拚了 但是就是說如果你用這套系統 你讓它在兩個小時之內 它通常就很樂意的來使用 再來就是說 它不是只是建立了那些數位的內容 它還有做這個相關旅遊資訊跟服務的提供 也就是說原來的旅遊資訊中心不是沒有用 你要結合於導覽的服務 讓它更多的功能 所以還是會提供什麼 既有了公共導覽的責業 團體的導覽 也就是說既有了這種團導的預約 還是可以在這個智慧導覽的服務中心裡面去呈現 再來就是說 這個導覽中心裡面 如果不是公家的地點 它應該要怎麼樣 去結合這樣子一個主題遊程的什麼 周邊商品的販售 在國外很會賺錢喔 你像芝加哥它是以建築文明的 它就有一張賣很多畫家畫的地圖 地圖上面就有很多漂亮的建築的這樣子的一個繪本 銀鏡片海報馬克貝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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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堆都有在賣 那甚至是會用一些這種現場的實體的展示 模型的展示怎麼樣去鎖住這樣子的預約導覽 所以大家借記喔 我們導覽的預約導覽不要很乾 所謂很乾就是說 那預約導覽的東西裡面只有擺在那幾台機器 請一定如果有辦法慢慢慢慢的把這些東西加入 你有這些主題商品的販售 你才能夠怎麼樣賺錢 才會有錢去支持這個東西的發展 那最後我想說 本來有點QA的時間 不過時間控制不太好 我還是把後面這個東西講完 就是 智慧導覽導入的手法 那這個是我們自己研究出來的 我們叫做智慧導覽4P 我們行銷有4P 智慧導覽也有4P 打4P Plate Produce Publish Promote OK 從規劃到生產數位的內容 到發表到推廣 這4個階段一定要有 這個智慧導覽系統才會成功 缺一不可 第一個 規劃 就是說我今天不要直接 傻愣愣的就直接找技術廠商來 我就跟他講 我要做預約導覽 那你幫我規劃我幹嘛 我跟大家報告就是說 這個規劃的動作 還是要由當地的組織的業者 甚至是輔導團隊 共同一起來討論 為什麼 第一個 有些地方 我不好意思講 它是一條老街 大概在台灣 比較接近中南部的部分 今年他們也要導遊運導覽系統 可是那遊運導覽系統 它導入了點 裡面 遊客真的很少 那遊客很少的時候 坦白講 你要支持 支持這個系統的 營運 真的就有點困難 真的有點困難 所以我們要先確認 就是說當地 是不是有足夠的市場規模 如果這個商業都是內需型的服務 都是服務在地社區的居民 坦白講你也不用做了 為什麼 因為它 漁運導人最大的功能是什麼 它可以提供多國語言的服務 或者是針對觀光客的服務 所以如果說 今天你的商圈都是內需型的市場 坦白講 我不建議優先導入這個東西 也許將來 你們漸漸有比較多的觀光客 再來導入 第二個 我們要去看它的遊客的組成跟數量 我剛剛提過量的問題 組成是什麼 我到底今天要提供哪一種語言版本 那當然內容 假設我今天 到那個商圈 大部分是日本人 結果你提供英語的導覽 不然你是要做什麼 那日本人還是沒辦法被服務到啊 所以 要看它的國籍 那也要看它的設定背景 假設那個商圈 大部分都是 就是 可能對這種自動訓的東西 不太會利用 像老師就很喜歡 老師的族群會很喜歡這種東西 因為他們對這種東西很有興趣 或者是學生 他們對那種東西很不陌生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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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